HELLO 英雄说书的观众朋友你们好 我是说书人阿瑞 替大家带来精彩的英雄故事 相信一幕前的很多好朋友 对于三国演义中 刘备 关羽 张飞的桃园三结义桥段 印象深刻 这大概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知道 意气两个字怎么写 我们也在频道影片中说过 虽然历史上的刘关章 并没有真的结拜之名 却有着秦桶手足的兄弟之实 譬如关羽明明有机会跳槽到曹魏阵营 却选择留在大哥身边 刘备也对他两人毫无保留的信赖 都是非常难得可贵 但是 是否从三国之后 就再也看不到类似义众如山的兄弟秦呢 阿瑞常讲 历史是人写的 在今天能让你哭让你笑的情感 古人身上同样会有 距离现今约莫一百年前 还处于民初军阀歌剧的广西 就出现了三位才华洋溢的英雄啊 分别是具备领袖气质的李宗仁 善于作战的白崇喜 以及内政经营杰出的黄绍红 他们彼此年纪相差不到五岁 对于故乡的感情也非常浓烈 在拥有共同目标下携手合作 一度在公元1920-30年代 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强大势力 后人称之为广西三杰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 说广西 话广西 开头呢 有必要针对三位好汉的故乡做一点介绍 广西最有名的是什么呢 阿瑞小时候国边馆地理课本一定会教这两句 桂林山水假天下 阳朔山水假桂林 尽管大多数台湾学生 那时候可能都还没有去过广西桂林 我呢是只有从Google Map上 看过因为石灰岩地质形成的各种奇风怪石 搭配黎江湘江的山光水色 确实会让人看了心旷神怡 和台湾百岳高山各种悬崖壮阔相比 是各有千秋 然而风景不能当饭吃 广西虽然有矿物资源和山川水文 可是地势崎岖 农业发展缓慢 能不能把那些天然资源 转换成观光资源呢 这对于人民来说是很重要的事 偏偏在中华民国刚建立初期 完全没有发展三级产业的本钱 先别说那时候广西遭到云南唐济 广东陈炯明等势力夹在中间 光是水电无法普及 就大大限制了种田或者盖工厂这些基础建设起步 因此呢 尽管在国民政府北发期间 广西一度有所谓三民主义模范省的美名 这就跟以前国小我们拿什么全校清洁比赛第一名一样 鼓励意义大于实质利益 本片主角之一白虫喜恰恰便是出生于好山好水好棒棒的桂林 他的家庭中原本有七个兄弟 在成长过程里就夭折了三个 如此高的折损率也反映出这里大环境真的很辛苦 年轻人多半想去异地打拼 人口外移的推力超级严重 好啦在家中经济困难的时候 什么职业最能提供稳定收入来源 大家一定很熟悉哦 军警公教铁饭碗成为优先考虑的选择 白虫喜也不例外 当时在他家乡有一所广西陆军小学 虽然没有我们之前聊过的保定军校黄埔军校那么名气响亮 可是一来离家近 二来位置偏远竞争者相对就少了 白虫喜的父亲在他年少时就过世 考量到家计问题 他便决定进入军校就读 而这个选择呢 可以说是大大影响了他往后的人生 就读军校期间呢 白虫喜遇到小他两岁的黄绍红 根据他的回忆哦 那时候学校经费拮据啊 发下来的衣服鞋子呢 常常尺寸不合 穿在身上哦 简直就是战力拘束器 手脚活动都受到限制 可是呢 这些困苦的外在条件 日后回想起来 反而造就了白虫二人 毕生难忘的患难情感 他们白天一起粗糙受训 拿着步枪全副武装奔跑 在泥泥中打滚 晚上呢 则掉单杠练体能 或许哦 还会躺在草地 在那个没有光害的星空底下 仰望满天繁星 说着不着边际的梦想 当时大概想也想不到 十几年过后哦 彼此呢 都会成为天上历史银河中 闪亮的一颗星 求学时光啊是过很快的 白虫喜与黄绍红在校成绩不差 毕业后呢 还一起进入保定军校步兵科就读 也很顺利毕业 手牵着手一起被分发回到故乡的 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三团 担任剑袭军官 他们的学历哦 放在广西来说啊 可以说是相当耀眼 加上呢 头脑灵活 办事牢靠 很快就获得掌官重用 双双被指派为模范营的统领 就是最精锐的部队啦 基本上哦 有好的装备伙食呢 都会优先让这一批士兵享用 而白虫二人呢 则要负责率领阿兵哥 去征讨境内的土匪叛军 诶 不是成立民国天下太平了吗 哪来这么多匪军哦 这就要从当时掌握广西军权的老大 陆荣庭出身讲起了 陆荣庭也是广西本地人 年轻时呢 同样有经济困难 他选择加入了 鸿蒙体系的地下组织讨生活 原本啊 应该是清廷的眼中钉肉中刺 但不巧呢 碰上1884年青发战争开打 为了对抗外敌 陆荣庭呢 加入了官兵的行列 以游击队的姿态参战 也因此赢得百姓的好感 十年过后 他接受广西提督招安 正式了被授予大清五官头衔 清末名初啊 像这样游黑洗白的案例真的很多 我们讲过的张作霖呢 也是很经典的故事 然而加入大清之后啊 就会面临一个不可避免的原罪 没错就是奉命镇压革命党 我们张作霖在东北呢 有过与革命党人的冲突 陆荣庭也不例外 他曾出兵广西正南关 扑灭了由孙文黄兴等人策划的起义行动 这些经历呢也让他日后啊 与同盟会啊 国民政府的关系 有解不开的心结 在一连串作战过程中啊 陆荣庭呢 成功培养出自己的军事班底 最早呢 是以他姓名为继的荣自营 后来则成长为贵系军阀的骨干 贵就是广西的简称 时间收起了过去 历经了武昌起义 袁世凯掌权 陆荣庭也是个很会看风向的人啊 前头提到 他原本跟国民政府均有疙瘩 所以在民国成立初期 他是选择站在老元这边的 还受封为广西都督 但是呢 随着袁世凯称帝局势批变 陆荣庭宣布广西独立 加入了护国军行列 不过这个护国呢 恐怕是假哦 趁机扩张领地才是真的 他趁机把势力范围伸进广东 在袁世凯倒台 黎元宏接班后呢 陆荣庭更获得了 北洋军政府梁广巡月史的头衔 等于是官方承认了他由 广西广东的管辖 但当时的中国呢 有两个官方 北边是北洋军 南边有台湾观众熟悉的 国民政府军啊 双方的冲突呢 是迟早有一天会爆发的 好啦 听完贵系军阀陆荣庭的懒人包 你会发现那些高层门的勾心斗角 非常惊险 每一步啊都是机关算计 可我们白重喜黄绍红两位年轻军官 没有这么多历史包袱啊 他们最初心里想的呢 很可能是想要打造一个给故乡父老 安稳生活的环境 当收到长官通知要他们剿匪 白重喜啊就真的努力打 抓到恶性重大的头目呢 还要杀衣锦柏一绝后患 可是陆荣庭却出手阻止 发布命令说啊 土匪能不杀就不杀 以招降为第一优先 原因很简单哦 陆老大自己就是绿林出身啊 还受到政府招安合作 过去经验告诉他哦 何不把这些盗匪收为己用 扩张贵系的军队数量呢 在这样上级指示与下级执行 互相矛盾的情况下 模范营的行动 渐渐受到主管机关的顾忌 认为他们有了自己的意志 更无奈的是 白重喜在某次进攻广东的作战任务中 失足滑下山坡 导致左腿骨折 决定离开前线接受治疗 模范营啊 就让好兄弟黄绍红 暂时接管指挥 殊不知啊 陆老大逮到这个机会 就想要收回模范营的兵权 两边一度闹得很僵 幸好呢 黄绍红忍一时风平浪静 他没有直接大打出手 而是带着一批愿意跟随自己的亲信 来到荣县这个地方 占地为王 说书说书 说的就是这个 无巧不成书 荣县旁边有一座城市 叫做御林 黄绍红才刚要落脚新家 就收到御林那边传来讯息 有一位大哥说啊 我等你这样的英雄啊 等很久了 没错啊 这讯息呢 就是李宗仁传来的 李宗仁过去也是贵系军阀手下 同样看不惯他们短视禁令 很早就选择自立门户 在御林这里拥有一批军队 号称定贵军 当他听到黄绍红率领的模范营金锐 被迫出走的情报 立刻主动伸出友谊的手 搭起双方沟通的桥梁 对他说啊 如果我们都看不爽陆荣亭的作为 何不一起携手 为百姓尽一份力 打造更好的广西呢 黄绍红挤金思良 认为李宗仁年纪长了几岁 对于如何跟外部势力周旋 更有经验 合作看看似乎是力大于弊 就这样 模范营与定贵军一拍即合 对比于陆老大那一边的旧势力呢 他们象征着广西的新力量 因此学界也多称呼为 新贵喜 话说啊 这边黄李二人刚刚碰头没多久 白崇喜呢 也喜滋滋的回到广西 虽然他受伤的左腿没有完全痊愈 但依旧掩不住满心欢喜 原来呢 他养伤期间 是跑去了广东 竟然碰见孙文 两人碰面之下呢 相谈甚欢 年轻的白崇喜 深深受到孙大炮 嘴炮魅力折服 愿意以他为精神领袖 带领自己的旧部下 作为广西讨贼军第五师 协助国民政府完成统一广西的大业 留在广西的李宗仁与黄绍 听完白崇喜的报告 吉里瓜拉讨论一阵 认为呢 第五师这个番号啊 听起来就很烙哭了 啊我们前面是不是还有 一二三四师呢 感觉很逊 他们三人讨论过后 索性呢 去掉数字 保留广西讨贼军的头衔 并且呢 奉比较早独立的李宗仁为大哥 准备开始讨贼的重责大任 那个贼呢 自然啊 就是旧贵系的陆荣亭了 如果跟陆老大发迹过程做比较呢 我们不难发现新贵系的特殊性 陆荣亭是白手起家 加上后来有朝廷命官身份 很自然呢 会发展成单一领袖的组织架构 但新贵系就不同咯 他们成立之初 黄绍红与李宗仁呢 都是地方割据势力 彼此基于理念相同而合并 我听你的话 是因为尊重你啊 并没有谁有绝对的权威 或者法理到头 听起来很不错是吗 我只能说啊 大家别天真啦 每一种组织都有它的困难要面对 就像你看到每一段 幸福人际关系的背后 也都是别人努力经营所换来的 看似平等 没有谁最大的新贵系 其实呢 在他们刚成立没多久 就有面临解散单飞的危机 当时的单飞导火线 是出现在李皇二人身上 白崇喜呢 还在广东养伤 由于黄绍红是个个性自傲 不愿听人劝的武将 他跟定贵君谈成合作没多久 又有点后悔 不希望啊 未来做任何决定呢 还要顾虑别人看法 就跑去跟李宗仁商量 说想要脱离大部队 自己去外头闯一闯 哇 这个提议哦 如果是别人听见了 可能要大皱眉头 但李宗仁呢 有一个别人所不及的长处 那就是胸襟开阔 相传啊 他能够包容部下各种缺点 也愿意大方授权 举个例子 后来呢 在对日抗战时期 西北军系的第十二军哦 甚至宁可投奔贵系李宗仁 也不愿意让国民政府军直接收编 他的人格魅力啊 可见一斑 因此呢 当他听见黄绍红的心声 没有第二句话啊 你想出去试试本领 就去吧 要记得啊 如果受委屈了 随时回来 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呵呵呵 你看这话说的多么漂亮啊 而我们黄绍红也没再客气哦 真的当自己家一样哦 谁出门不带点钱呢 他竟然啊 把李宗仁旗下 两个营的部队也带走了 让原本的定贵军武将们 火冒翻账啊 如果不是李宗仁出面缓夹 恐怕我就要大打出手 当然 后来黄绍红得知李大哥的作为 发现他是 人前人后表里如一啊 就决定呢 上演一出 浪子回头 黄绍红先是在 吴州地区 击败了大小军阀势力 随后 带着那些新取得的资源 回到李宗仁身边 没有人逼他这么做哦 这是真真正正的 心悦臣服 你说黄绍红是因为 个性关系 所以和大哥李宗仁有摩擦 那么白宠喜总该没毛病了吧 老天爷啊 永远都会给我们考验 话说在黄绍红浪子回头后 新贵戏三巨头啊 在公元1924年 开始用兵广西 他们逮到了旧贵戏内斗 陆老大与前部下沈红英 往内互打之际 选择联省抗路 联合次要敌人攻击大魔王 终于在1924年年底把陆老大赶出广西 紧接着调转枪头 隔年呢在桂林击败沈红英 完成了统一故乡的壮举 但这还不打紧哦 隔壁云南的军阀唐继尧 眼看广西这边啊 拼拼飘飘打成一团 冷笑一声 率领将近七万的军队押近 打算坐收渔翁之力 还对新贵军放出最后通牒 你们啊有三条路啊 气窃投降 付钱消灾 不然就等着被我军撵过吧 历经多次战役 兵匹马困 人数啊又远远不及外敌的 广西三兄弟 这时要怎么选择 好不容易才将广西统一 难道又要拱手让给外人吗 大哥李宗仁啊 一句话 打吧 哦没想到啊 兄弟同心 齐力断金 在前线总指挥间参谋长 白崇喜的指挥下 他们竟然打出一波 以少胜多 2万打7万的史诗级战役啊 甚至呢让唐继瑶从此跌落神坛 淡出了历史舞台 这场胜仗呢让白崇喜声名大噪 因为战功耀眼的关系呢 甚至隐隐然哦 有声望凌驾于李宗仁之上的味道 不说别的 就连兄弟黄绍红都曾当面对白崇喜说 哎你有没有觉得李大哥才不配胃啊 此话一出呢 白崇喜立刻变了脸色 严厉的回答 你忘了当初红袖泉杨秀卿是怎么输的吗 他们不是败于清军之手 而是败在自己的内斗啊 白崇喜说的这个典故呢 是当年太平天国之乱中 天王红袖泉与东王杨秀卿的自相残杀 而发源自故乡的太平天国 可以说是他们广西人都知道的共同回忆 黄绍红被白崇喜这样一教训啊 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羞愧的无地自容 对李宗仁呢更加死心塌地 有人形容李宗仁是德大于才 听起来哦 品德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特质 没错啊 这真的很不容易验证哦 唯有透过一波又一波的困难挑战中 才能逐步得到证实 观众朋友啊 我们要知道 新贵系的铁三角关系 不是什么一见钟情一眼瞬间 而是一个又一个的人性选择 才让他们越来越坚定 如果黄绍红没有浪子回头 白崇喜没有力挺大哥 任何一个剧情分歧点走上了岔路 都会让这个团体分崩离析 也幸好 新贵系终究是通过了上天的考验 才让他们得以迎向一段 经济发展稳定的岁月 前头我们讲到了 李宗仁的人格魅力 白崇喜的用兵如神 黄绍红感觉怎么有点弱啊 其实啊 他的才华是点在了 内政建设上头 当1925年广西统一时 地方啊可以说是一穷二白 如何快速提升领地的竞争力呢 就看黄绍红的手段了 他用差不多三年的光景 完成了四个重要政绩 分别是开辟公路 提升税收 建立工厂 以及新办大学 公路方面呢 他将原本50公里左右的旧道路 延伸至5000公里 税收的部分啊 广西政府呢 大幅提高 针对从云贵输入淹土的过境税 也就是未提炼的鸦片啦 一来可以遏止鸦片散布 二来呢则大大增加税收 而建立各种工厂 增加工业产值 也让日后新贵系 参与北发作战时 后勤补给不再捉襟见肘 除了经济收益 黄绍红也没有忽略文化事业 他邀请了马军武 担任广西大学首任校长 选于1928年10月10日 在吴州蝴蝶山正式创校 广西的改变周围邻居看得见 只要你变强很快就能感受到 旁人对你的态度不一样 在1925年孙文过世 蒋介石执掌国民政府军之后 他就对新贵系送出邀请 希望他们一起加入北发的行列 原本就有跟孙文合作过的 李黄白三人没有拒绝 同意由李宗仁担任军长 黄绍红出任党代表 也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 白重喜则为参谋长 率领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第七军的广西战士支援北发 要知道这是一只在 穷山恶水中锻炼出来的禁驴 当时有一句俗话叫 广西猴子是贵君 猛如老虎恶如狼 用野生动物来形容广西士兵的勇猛顽强 是非常贴切 而他们确实也在北发中有出色表现 譬如经典的龙潭战役 当时国民党刚打下南京 想要沿着徐州北上 不料面对孙传芳率领的直鲁联军反扑 蒋介石节节败退 在这个moment这个时间 白重喜接过敌前指挥的重责大任 李宗仁李大哥也调动第一军第七军参与作战 他们在南京东侧的龙潭镇 与北洋政府军大战将近一个月 最后成功把孙传芳逼回长江北岸 国民军一举渡江 这场战争不仅让一代名将孙传芳 声势跌落谷底 也是北发过程中关键的转捩点 有一些还在观望的地方势力 譬如山西的岩席山 因此决定选边站 更有国民党大佬赠送给白重喜一副对联 指挥能士回天帝 学与小儿知姓名 称赞龙潭大劫过后 刚学会说话的小朋友 都知道他的大名了 然而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北发作战中风光无限的新贵君 还不知道他们即将迎来 广西三劫彼此分道扬镳的命运 如同前面提到 北发过程中贵君的表现是相对突出的 不仅仅在龙潭战役获胜 他们的势力范围也迅速扩张到 两广两湖平津等地 这使得蒋介石内心锦铃大作 想要找机会把贵系的军队做一番裁撤 而其实李宗仁也有意识到这一点 毕竟他老江湖了嘛 组织中这种功高正主的顾忌 他都懂在冲突爆发前 先坐下来谈谈无可厚非 But他没有料到的是 贵系几年成长下来 已经有不少少壮派的将军 是不大受控制的 竟然在未得李大哥的同意之下 率先在湖南发动了军事行动 把清蒋的省政府主席鲁迪平逐出湖南 史称相辩 这件事情让李宗仁百口莫辩 作为老大他也不得不挺自家人 眼睁睁看着局面失控 蒋介石呢 清帅大军直逼武汉 爆发了蒋桂战争 我和观众朋友一样哦 没看结果前呢 大概会觉得 这是一场棋逢对手的僵持战 然而不知该说意外或者不意外 蒋桂战争呢 仅仅持续短短三个月 桂系的主力部队就兵败如山倒 连三兄弟呢都不得不暂时逃往海外 以免落难 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从静音来看哦 有人认为呢是蒋介石使用反剑技生效 拉拢了很多桂系将军挣钱倒戈 可是为何过去以团结象星力著称的广西军队 会变成一盘散沙呢 我很喜欢哦 江仲淵老师所做的推论 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他的书籍 民国军阀档案重建中 非常推荐哦可以一读 江老师提到啊 桂系军队长久以来呢 受到先天环境劣势的影响 很多军人都想透过建立战功改善生活 正所谓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而过去呢 他们在两广境内作战 多少有受到三巨头的魅力感召 然而当广西一统 与国民军合作加入北伐后 有些人呢也尝到了北伐过程中 名利与权威的甜头啊 更白话一点说啦 国民政府军的经济后盾 是江浙一代的财阀 李皇白三人赖以为生的 广西经济后盾又是什么 收鸦片的过路费 其实就占据了超过三分之一 那些新盖的工厂 受限于土地大小 能抵达的天花板也很有限 假如你是一个想要靠打仗 力争上游的军人 有机会跳槽去老奖的中央军 你会跳吗 我想多数人的答案是很明显的 而历史上蒋桂战争中啊 也验证了这件事 在冲突的初期 就有很多贵系军官选择倒戈 而最令人不舍的是呢 黄绍红啊 后来为了换取中央保证 不再伤害贵系将领 他自愿弃跪投奖 而国民党呢 确实也很渴望像他这样的 内政达人加入 双方冲突告一段落 整个贵系势力元气大伤 对比于当时 张作霖的缝隙有超过30万 阎锡山也有20万以上的军力 李宗仁这边呢 仅仅8万多人 对于蒋介石来说 只剩下李大哥与白重洗的贵系 影响力有是大大降低了 虽然日后在中原大战中呢 他们一度有造成老奖很大的威胁 抗日作战也有耀眼表现 但终究不可免的要成为军阀乱斗中 被兼并的那个边缘势力 我记得啊 过去呢 看到网友在某支影片下方留言询问 为何蒋介石要忌惮李宗仁 我想呢 这就跟曹操当年在许都 与刘备足久论英雄一样 即便哦 只剩下关张二人在身边的刘备 他身上的英雄气质仍然是藏不住的 遗憾的是李、黄、白三人 最终也如同刘、关章一样 各自走向了他们应该不乐见的结局 李宗仁呢 在国民政府军底下 难免被老蒋猜忌 国共内战后选择远赴美国 尝试筹组第三势力对抗国民政府 但都无法撼动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 他于1965年前往北京与毛泽东会面 成为投奔共产党的样板案例 至于黄绍红呢 他则是在内战结束后就选择留在中国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两次服毒求死未遂 最后选择文景自杀 据说呢他在离世当天 还特别去了一趟李宗仁的宅邸 劝谏他哦 小心自保 这也是对大哥最后的道别吧 那白重喜呢 他虽然在李宗仁与国民政府翻脸后 曾坚决表态不支持 但贵系的背景呢 是跟着他一生都无法抹灭的印记 白重喜于1949年 跟随国民党撤退来台后 言行都受到政府高度关注 最后啊 于1966年逝世 顺带一提啊 白重喜将军早些时候 也有代表国民政府处理228事件 坦白说他的部分决策 我作为台湾人呢 当然是不能谅解的 不过要想想 白重喜呢 作为一个奉命行事的外地武将 或许也真的没办法 对他有太多期待了吧 幸好白将军的儿子白先勇 不必走上父亲从军的老路 他选择进入一文圈耕耘 无论是文学创作 譬如台北人或长篇小说镊子 又或者呢 在昆曲方面的传承贡献 都有目共睹 如果广西三杰能够诞生在和平年代 他们是否有机会 也在军事政治领域之外 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兴趣呢 这个问题啊 我想就交给他们三人 在天上重逢后慢慢闲聊了 听完今天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对这三位个性迥异 却又合作无间的英雄豪杰 有什么想法呢 你觉得自己的个性或才华 比较像谁 都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 也邀请大家不另订阅英雄说书频道 追踪说书人阿瑞的Instagram 我会在那边分享更多的说书日常 期待和你们下次空中再见 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画面右边哦 还有更多推荐影片可以追哦 诚挚邀请您动动手指订阅我们频道 打开小铃铛选择接收全部消息 这对英雄说书的帮助非常非常大 如果你还想要给我们更多鼓励 也可以扫描加入会员QR Code 有每个月一杯咖啡的钱赞助团队创作更多好顾